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汉文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 我是来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爱好 就是做手工艺品 来教你如何做3D 3D的这些圣诞树 还有更多的3D的圣诞树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哦 然后你都可以摆在桌子上 或者你可以在IC这个网站上面 做你自己的手工艺品的小生意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教你 我是怎么做这些漂亮又可爱 又实用的3D 3D的圣诞树的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我先说一下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些材料 我们需要Clear Epoxy Part A And Clear Epoxy Part B 当你买这个Epoxy的时候 它就是会来A和B两种 你要两个一起使用 才可以固定Epoxy 因为圣诞树呢是绿色的 所以呢那我们还需要绿色的染料 那我们呢还需要一个梦子 还有呢就是量杯 我这里有两个量杯 我们还需要一个stir 还需要一个搅拌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part A和part B 两个平均的倒在这个杯子里量杯里面 一定要把它们倒的很平均哦 如果你倒的不平均的话呢 你的Epoxy出来的话呢 就会变得不结固 就是它是软的不会很硬 那样的话呢 你的Epoxy就不成型 那我们part A和part B 我们用量杯搅拌均匀 一定要搅拌的很均匀 如果我们这个不把它搅拌均匀的话呢 也会出现我刚才的那种情况啊 就是它会变得不成型 如果变得不成型的话呢 那我们所做出来的成品 也就不能够固定 而且它整个材料会变得非常的黏 到时候也是非常的难清洗的 那我们现在上染料 我们要用绿色的染料 倒一点点就好 好像有点倒多了 这个染料的话呢 一点点就可以很上色 我在Amazon买的 好那Epoxy这个原料呢 其实你在Amazon或者是eBay上面都是有卖的 或者SEE这个网站上面呢都是有卖的 你都可以在上面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就可以自己开始制作你的手工艺品 或者是你可以开一个IC的一个网店 在网上卖你所制作的这些手工艺品 那像我今天的这个教学呢 是教你怎么样做一个3D的圣诞书 那如果你想要去做其他的也可以啊 像我这边也有很多的模子 比如我这边有爱心的啊 我这边有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 可以做成一个放东西的啊 或者是我这边还有这个样子的 你都是可以买不一样形状的模子 然后进行制作 染料的话呢也要把它弄得很均匀 所以做epaxi最主要的就是说一定要把所有的材料都非常的均匀 好那我现在这个应该就差不多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里面放一个闪金的东西 大家看起来看它的有色彩色的 我往里面放一个闪金的 好那让它这种色彩呢我看一下 我想我们放绿色的样子 我们就放绿色 我们把绿色拿出来 放出去 不倒也没关系 那一个绿色的哦 我们再放一个橘色 嗯 再放一个紫色 好那我们已经刚才把它搅拌均匀了啊 那样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往模子里面倒就可以了 它自己捆均匀的 它自己捆均匀的 把它弄开了 好的那这样就做好了 那这样做好了 我们大概是等一天的时间 等它完全的干掉之后 就可以成为我们刚才看见的绿色的3D的圣诞树了 那我们这边还有剩余的这个epoxy的料 我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块的玩具 圣诞树的托盘 好 好的那这样我们就有两个成品了啊 一个是这个圣诞树 3D的圣诞树 还有一个呢 就是像这样子一个的小托盘 明天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其他的一个 其他的一些作品 这一个也是我做的 然后这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里面有不样子的动物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